其实呢买个玉石还是挺难的 特别挑选玉石的时候 你首先你得挑自己喜欢的款式 还有量子啊 你还得避杜绝这个假的染色的 是吧 然后你认得你想要额料的 你就得找额料 想要青海料找青海料 想要子料就得在这个子料堆里头去挑选 但是呢这些料子呢 包括这些成品啊 大部分做的你不一定满意 也不一定喜欢 就是啊 你还有这个染色的啥的 你肯定是看不上啊 包括这鸡雕的啥的 有时候有一些鸡雕也喜欢啊 那它料子好 也有可取之处才行 所以说想找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 不容易啊 这个是一个糖清白 这个瘦不错 有个50克左右 这多少钱这个 这个 那个 2800 2800 有没有啥问题 这是个额料吗 嗯 欠额料了 欠额料了 糖有点麻 糖有点麻糖 哎 还挺特色 红韵当头 所以说一个摊上 有时候你就碰上一个 哎 觉得自己凑合着 能想拿起来看一眼的 那就不错了啊 好多摊上的东西啊 嗯 可能说不适合咱啊 也可能说 你一眼扫过去 就不喜欢啊 是这样子 可以 也可能说不经意一个摊 都是卖便宜货的 中间有一个 你看着对眼 看着有演员 哎 挺喜欢的 就可以 买一个 是吧 这小泰迪 小泰迪多少钱一个 350 这价都一样的这几个 泰迪啊 350一个 唐玉的泰迪狗啊 他比较 硬景啊 唐玉就适合做泰迪 颜色就是棕色的是吧 就是唐色的 这小龙龟什么的 这鸡雕的 这多少钱这个 1500呢 唐白的 他这个做的这种 天珠的形状的配饰 没打孔 这天珠多少钱 500啊 行吧 大概就这样子 这子料 这子料 你看不经意的这些东西 也有染色的 也有 没染色的 原子 但是这个各种题材都有 招财童子 这红皮是圆皮吗 这多少钱这个 1600 招财童子毛货 肉有棉 颜色发挥 带个红皮 这红皮看着 红皮掉了一个树叶 能再看看 所以说你看这东西挺多 但不一定都能看得上 不说不一定看得上 就是100个也不一定能看得上一个 咱们到市场上去看货挑货 那都是万里挑一 那都挺难的 就说 这染色的 万里挑一啊 这家伙跟那啥 选美一样啊 天天 选美一样去选他们 太难了 这青海料 这有切木料 有鹅料 啥啥料都有 紫料也有 这大龙龟 这多少钱啊这个 青花的 28000 最低 哎呦 青花的太贵了 所以说 这市场挺大 货是多啊 这这只是市场的一脚 哎 这只是市场一脚 这才几十个人 一百个人 市场几千上万人摆摊呢 哪个摊上不是货 哪个摊上 不是一堆货啊 但是针针 能挑出来能看得上的 那针针那就是少嘛 少得很 圣诞 哎呦 圣 圣诞老人 他这白布硬的啥也看不见 戴个辣椒帽 这猴子 这猴子多少钱啊 啊 切磨300 300啊 做的一些小兽啊 小猛口 萝卜 人们电脑是圆雕的 光头墙多少钱 做的还挺像啊 这里有一套 那是三套 一个多少钱 一个220 轻郁的 一套就是还有熊大熊二的 你这熊大熊二的 你这熊大熊二的叼得太瘦了 熊大熊二的大胖子不是 行我再看看啊 这这猪多少钱 猪600 猪600 还有这 机器猫 机器猫叫啥呀 机器猫叫啥 忘了 哆啦A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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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好 我走了啊 嗯 嗯 嗯 然后咱们接着往前看吧 你这便宜东西 这玩意儿 你看这大牌子 一个也就 几十块啊 三十十块就可以买 你看这杯子 一个也就几十块啊 百八十的 好一点的可以行 这是切木料的 这狮子不错啊 狮子滚绣球啊 黄白 这多少钱这个 一万二啊 一万二啊 翘色翘得不错啊 嗯 最低多少钱啊这个 一万一千五 一万一千五 少了五百块 这个呢这个红韵当头啊 也是一个切木料 这些料子一般不可避免的 会有一些瑕疵 但是这这就主要是他有 翘色啊 红韵当头 九千啊 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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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花的青花的 珠子啊 还有电脑雕刻的 还有手工雕刻的 哎 哎 这这啥啊 怪兽啊 然后这是广西的墨玉啊 广西的墨玉雕的这种机器雕刻的 龙龟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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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 没有拍视频了 没有到市场拍视频了 主要是找货呢 市场也封了一段时间 然后快中午了 这摊都开始收了 电脑雕刻的这些东西是可以量产的 相对相差什么的 批量生产 做的这种陨石坑的 这种清浴的 这多少钱一个 260 这都一样吗 哦一样260一个 这这就可以 买完还有 买完还有 包括这些啊 牌子 鸡雕的清浴牌子 买完还有啊 各种题材都有 就算没有也可以定制 不管要啥题材 但凡是这种评价都可以雕 都可以雕刻 可以定制 嗯 也不贵 哦这有资料呢 资料 不好看 啥都有 碧玉 嗯这些小配饰也是 批量生产的 嗯 电脑雕刻的什么的 冰墩墩了 现在应该已经过时了吧 嗯 但是现在小姑娘们喜欢什么样的 喜欢这样的 这样的 这也是电脑雕刻的 啊 这是 呃 圆雕啊 圆雕的一些 小萌宠 十二生肖啊 包括这 毛头鹰啊 刺猬啊 啥啥啥都有 然后各种料子都有 鸡雕 鸡雕的 鸡雕手修 嗯 想修了修一下 哎呀 哦 你看天线还不错 那边是卖第一手镯的 这牌咱们还没逛完 再逛 再逛一下吧 这边子疗 排排啊 还有这专门的戒指 戒指啊 小印章啊 还有这个扳指啊 还有批带扣啊 这些 这些比较简单的啊 要拿大钻一钻就钻出来了 主要是看料子 主要是看料子 像手镯啊 其实 手镯它的工艺没有多少钱 不值钱啊 之前的是雕刻啊 手工雕刻的一些 特别是精工工艺值钱 你像那个 手镯那玩意儿 它那个工艺工钱啊 那都固定的 你做一个镯子 顶多几百块钱 你便宜的就 就几十块钱 所以说 你又看料子 料子好了 这东西才贵啊 对量子要求高 挂件什么的 对工艺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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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做的 这是啥呀 这是十二生销里头的 这多少钱这个 青花 子料 六百 六百啊 这圆明园的寿吧 金龙鱼啥 子料 他家卖子料的 那再看 看这东西不少啊 真正能让你驻足观看的 他也不多 我们说 对啊 这个料子多少钱 一万 一万二啊 真正想让你驻足观看一下 拿起来瞅一眼的 他不算多 粘针就不多 不是不算多 然后 大概就这个样子 没错 这些东西